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想是因為剛提到大概有講到就是 我提提到的其他 然後消費習慣、收支習慣的改變 然後幫他說那個 內容的投資端的生態有改變 那種的出海恐怖不大一樣 跟觀光不大一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們做生意的方式有點不一樣 也需要去做一些擴大的提示 所以我們其實就會一直去思考說 要怎麼辦TCCF才能夠讓大家 真的有效的去幫助到大家 明白明白 這個TCCF創意內容大會在去年 打造了非常棒的舞台 也帶來很多商機 那今年剛才主權演技的三大區塊 可不可以請院長幫我們解釋一下 好的 來三大區塊解釋一下 其實這個東西很簡單 我就直接說 就是說 內容交易市場 就是現在的產品型態 產市的最大化 透過交易美合會 透過各種交流活動 透過精準的玩家服務 等等等等等等 去讓內容交易市場的效果可以出來 那最右邊的未來內容長 這個其實就要稍微介紹一下 他的策略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其實台灣在科技的領域 在科技領域是非常的強大 台灣的文化創意也非常的強大 那影視內容端 我們 我們還在努力的去讓我們的效果更好 產市更大 可是我們也同時間要去投資未來 讓你在未來的內容領域 我們有機會可以彎道抽水 直接在時間到的時候 直接站在臉領域上 所以未來美容長 就是一個未來性的事情 那至於論壇的話就是說 去討論現在怎麼變更好 以及怎麼變成未來 所以我們在 內部機構許多的討論之後 我們決定把 今年的三大區塊 就把它做這樣子的分類 明白 謝謝院長 大家都 是只有人啊 是只有作品啊 人家不會自動成交 所以我們學校有很多的 迷惑的活動 那今年除了 傳統的民修跟金馬川普的合作 然後長片劇情 包括說動畫 然後包括說 有一些跟國伴的一些合作 包括副班跟其他這邊的工作 那我們 這是一個不同的 認真不同的主題 不同的族群 來辦不同的民俄的活動 那再來是說 在國外的國家 國外的國家 我想跟國外的國家 大家都在台灣 台灣不為疫情非常安全 可以來到現場 那國外的國家的部分 我們對於一些 很多國際的重要 他們會用這個 政府跟同學 一簽一下